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Chris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享一下 傳統的鐵捲門改智能的方式 那我們在說明改智能的方式之前 我覺得要先讓大家了解一下它的原理 所以現在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就是 首先我用了一個這個盒子 模擬傳統鐵捲門的馬達 那這個馬達它會有供電 可能是110或220 匯定看你的設備 然後它會從馬台端會有四條線 接到在下方所按的到的這種 手壓式的按鈕開關體 所以你只要看到的是這種按鈕的 那你就是傳統的馬達 你的鐵捲門也就是比較重的那一種 現在比較新型的都是快速捲門 那我之前也有分享 怎麼去找快速捲門的四條線 那其實原理是一樣的 傳統馬達它也是四條線 所以我們首先先來講一下它的原理 你螺絲把它鬆開之後呢 它一樣也會是有四條線 背後來看 左邊這邊有沒有 這邊單獨只有一條線的這個 跟我們之前講快速捲門的四條線 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就是它的貢獻 然後再來就是相對應的開停關 有沒有開是上嘛 停是中間這個暫停 關是這個下 但是大家注意喔 你到時候拆開的時候 它跟快速捲門不一樣的是 它是帶電的喔 它的這條貢獻是有110或者是220伏特的 所以你拆開的時候真的一定要小心 它跟快速捲門不一樣的 除了它是交流電之外 另外一個不一樣的點就是 它的貢獻跟這三個控制點位 分別是有長開跟長壁 長開跟長壁是什麼 快速解釋一下 你就把它想像它是兩個鐵片 所謂長壁就是這兩個鐵片是閉合的 這時候呢是導電通電的 那長開呢就是這兩個鐵片是分開的 那這時候呢是不通電的 我們來驗證一下 所以你看我現在把上用電秒打開 切換到封平器的位置 我也不直接講答案 我們現在第一端是接貢獻的部分 再來先看上 上有沒有它沒有BB叫有沒有 這代表說是不通電的 不通電的是長開嘛 那我們再來繼續看暫停的 看暫停有沒有 有沒有 點這邊暫停的時候 它是一直在通電的狀態 所以代表是它是長壁 那我們再看一下貢獻跟關的位置 就是下的位置 點下去是不通電的嘛 所以是長開 所以原理的部分跟快速捲門 不一樣的點就是在這個暫停的地方 暫停跟貢獻之間是一直導通的 長壁的 那如果是快速捲門 它就是不導通的 其他開跟關 快速捲門跟傳統捲門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我剛剛講 就有兩個點不一樣 第一個快速捲門 它的四條共識線是不帶電的 那傳統捲門是帶交流電 是100億或200億 然後再來就是暫停的部分 一個是長開 一個是長壁 所以就大概就是這兩個不一樣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造就了 我們在智能安裝的過程中 你有一些點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它原理了 我們要怎麼去安裝智能設備 那首先智能設備呢 那你當然就是要找對應的產品 我們今天一樣是用 我們維加的鐵捲門來做一個示範 那希望透過這樣子來 大家很簡單的 就可以把你的傳統捲門 改裝成空key的鐵捲門 好那我現在已經把鐵捲門 準備好拿過來了 那基本上你拿到你的智能設備 它一定是有剛剛講的這四條線 你要去接在你的智能設備上面 那這四條線呢 就是要分別接在上面的L上下 跟暫停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傳統的暫停 跟一個快速的暫停 像我們這個是裝傳統捲門 所以等一下的線就是接上下 跟這個傳統捲門的這個暫停 那接的方式可能會有兩種 第一種方式就是 我們是把我們的智能設備 裝在按鈕的正旁邊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 你可能跑到天花板上面 找到了這四條線 那從這四條線去處理 然後把設備裝在這個地方 這裡 就是說你可能會裝在這個旁邊 然後第二個你可能就裝在這裡 好那我們就要先講說 如果你是裝在這旁邊的時候 你的線是要怎麼去接 首先呢你第一個當你要斷電嘛 我剛剛講這是交流電 你的交流電電到也是蠻危險的 所以你記得要去把你的馬達齁 插頭拔掉 或者是BREGAR把它斷電 好這樣斷電之後 它就沒有電了嘛 首先我們第一個就是要先把 貢線解開 貢線解開 那你把它原本的貢線呢 接到智能設備的這個L的位置 變成這條帶電呢 從這個L進來 然後我們把它鎖起來 OK這樣子就好了 再來它是不是貢線就沒有線了 所以不行啊 我們要補它一條線 所以呢你記得就再準備一條線 從你的暫停這個 傳統暫停的這個位置 接在智能設備上面 OK接好之後呢 你再把這一端 接回原本的貢線的位置 有沒有 這樣就把它鎖起來 有沒有 這樣子 就是 把原本的貢線解開 接到L 然後再準備一條線 從暫停的這個 傳統捲本的這個暫停 接到原本的貢線位置 好 再來就是我們處理 上跟下 上跟下呢 你就是在準備兩條線 分別是 黑的跟黑的 紅的跟紅的 這樣大家比較辨識 所以在 上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 鬆開 是鬆開喔 稍微鬆開 然後這一端 準備好的黑線 跟它並連 就我們插進去 這邊是上嘛 就讓這個 上的部分線是並連的 然後這個上就接到 智能設備的上 然後把它鎖起來 OK好 這樣就好 那再一樣 同樣的道理 你就是把這個 下鬆開 然後再把這條線 給插進去 鎖起來 然後這個再接到 智能設備的下 這樣就鎖好了 好 那基本上 線要長一點 這樣比較好整理 因為我們只是做個實範 所以這個線 就比較 醜一點 嘿嘿嘿 好 好那我們就把它放回去 理論上就是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如果 離好線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子 好 好那再來就是 去把你的智能設備供電 那像我們這一顆 供電方式 就是 你可以再拉一條 零線 就好像 我們靈火開關嘛 現在大家都知道 智能開關要補零線 我們這個 控制器呢 它也是要補一條零線過 這是一種方式 好那第二種方式 就是 你可以直接用一個 豆腐頭 你看大家看一下我這條線 這邊插了一個豆腐頭 這個豆腐頭 就是5V供電 給我們這一顆 這樣也可以 這就是 第一種安裝位置的 接線方式 然後同時你的傳統開關 也是可以共用 並存 都可以用 然後而且我們這個 還有一個機制就是 我們不影響你原本的使用 即使你今天 這一顆 出現的問題 假設它壞掉了 你的這個按鈕 還有你的遙控器 都還是正常使用的 這樣的備援機制才是最好的 這是裝在旁邊的方式 那我們接下來就再來講 如果是裝在馬達旁邊 你的接線方式是要怎麼接 那就好 大家等我一下囉 好 那現在我已經把它恢復原狀了 那我們現在再來示範一下 如果說你要把你的智能控制器 是接在你的馬達附近的話 好那你一樣 你就是要在馬達出來這邊 一樣要找到這四條線 那這個怎麼找 這個就自己找 看你就要從這邊回溯回去 看它是什麼顏色 然後再去找這邊對應的顏色 那你找到了之後呢 我們比較關鍵的就是 上下 然後再來是貢線 那暫停呢 你就不用做任何動作 我們主要是要針對這三條線 來做處理 那處理的方式呢 就是第一個 上跟下就是要各併連一條線出來 然後貢線的話 則是把它剪斷 就是兩條是併連一個是剪斷 好那我們就來處理一下 好那現在我們已經分別都把它剪斷 然後也剝好線 那剛剛講開跟關上下這兩條線 是要做併連 貢線的部分是把它剪斷 我們做併連就是 你去找這種分接頭 臨時找不到比較小的 其實用不了那麼大 你只要用到三個 那我們首先就是把SUT 接上去 原本的這個 也接上去 然後你再去弄一條出來 接上去 我們就是要這一條 這個就是上 然後一樣道理 下也是一樣用三個節點的分接頭 接上去 然後 傳統按鈕過來這條 接上去 再弄一條 接上去 好 所以這樣子 上跟下的 我們需要接到智能設備的線 我們就處理好了 有沒有 並連一條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的貢線 我們把它剪斷了 所以這樣就可以接了 好那接法就是 第一個 從馬達出來的貢線這一端 接到設備上的L 接上去 好忘了提醒 一定要都斷電喔 這都是有帶電的喔 把它鎖起來 接到L 第二個 好那剛剛分接並連出來的這個上 接到智能設備的上 接上去 鎖起來 好再來就是 分接出來的下 接到下 鎖起來 好最後一條線就是 剛剛剪斷 從這個傳統開關回來的貢線 接到我們暫停傳統的這個接點 接上去 一樣把它鎖起來 好那這個控制線就接好了 那一樣的道理 就是看你要怎麼供電給它 在補鈴線過來插N就可以供電 或者是一樣 找5V供電給它 就讓它有電了 好那這樣子就是 智能控制器裝在馬達旁邊的 安裝方式 所以我剛剛所講的 一個你可能裝在 實體按鈕的旁邊 一個是裝在馬達旁邊 好那最後的最後 記得一定是 要把門池給裝好 門池呢就是裝在 我們智能控制器下方 相對應的門池的接點 所以兩條線插上去 門池跟它旁邊的GND的 這兩個孔位 沒有分正負 接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要有一點工程底啊 就是你可不可以把它給 鎖在地面上嗎 那一定要有門池啊 這樣子比較安全 因為像傳統捲門 基本上它是交流電的嘛 馬力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常常會有聽到那種 可能會有發生危險的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種 門池的這種感應 你是不會知道你的鐵捲門 可能是開還是關的 所以這個設計 我覺得都還是必要的 好那我講完以上呢 那我最後還是稍微示範一下 就是說如果 我們這個設備 到底要怎麼去設定 那我們這個設定方式 之前快速捲門也有講過 就是可以用WiFi 或者是用有線 有線最簡單的嘛 插上去 它就會連上網路了 它連上網路了 我們這邊就有個QR Code 你就是一樣到你的家庭 去添加設備 然後這邊掃一下 它就進去了 如果今天沒有辦法插網路線的 設定的方式就變成是說 我們這一顆它會發射一個WiFi的SSID 那你就打開你的手機 設定的這裡 去搜尋一個叫做 JSRSD開頭的 那你就是點進去 它就會跳出管理介面的頁面 然後再點選設定 這邊會有一個搜尋WiFi 那你就把密碼打進去 按儲存 它就會連到你家裡的WiFi 連完之後呢 你再回到Honkey 就跟剛剛步驟一樣 去按加 加入設備去掃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設定到你的Honkey裡面 步驟很簡單啊 就稍微再贅述一下 因為跟之前快速捲門 安裝方式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希望我這樣子的解說 可以幫助到 家裡是使用傳統貼捲門的 這些朋友們 可以知道這些原理 去找相對應的 貼捲門的控制器 讓你很輕鬆的 可以把你的傳統貼捲門 升級為現在 時下最流行的智能貼捲門 好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我是Chris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拜拜